广东队新消息 魏姆斯正式离队一键连改作教练赵锐去向离地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亮彩 我们知道了目前呢 CBA的比赛也是正式进入到休斯坏期当中 而对各大球队来说呢 在最近呢 有一些球员的一些动向也是备受关注 尤其是目前呢 广东队在本赛季不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的同时呢 关于他们球队的一些球员去向问题呢 也确实是备受很多球迷的关注 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的分析一下 那么最近广东队这边呢 关于一些球员的动态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我们看到威姆斯呢 在最近呢已经是正式离队了 目前呢根据媒体的一个报道可以了解到 那么威姆斯呢也在近期的话 在这个飞机场这边呢正式起飞 然后呢回到美国去了 这一趟呢 他的一个旅行呢 是希望能够回国去探望他的家人 那么之后呢 好好陪伴他的一个家人 根据此前 威姆斯在直播当中透露了一个消息呢 这一次他可能呢 会陪伴家人呢 一起一共大概是度过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之后呢 他是否会继续留在广东的话 可能还需要经过整个管理层的一个决策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那么威姆斯也已经明确表态 即便是不能够在广东这边打球的话 他还会继续在CBA打球 就是意思就是选择其他的球队进行合作 而除了威姆斯这样的一个去向备受关注之外的话 那么另外一点呢 我们还可以关注到 广东一哥一级年 那么在最近呢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工作变化 目前呢有媒体也是报道呢 提到一级年呢 在这个暑假即将到来之际的话 也是开始了他的一个训练营的一个计划 并且在近期呢 到了他训练营的一个基因呢 进行视察 就看看呢 他们的训练营现在呢 已经建设了什么样了 我们也很清楚啊 本身一线年在东莞的那些地方呢 也开设了不少的一些训练营 就是希望呢 通过自己的一个努力 能够把更多的一些篮球技师呢 带给更多的一些年轻人 也希望给中国呢 培养出更多的篮球人才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那么阿联呢 也是有了一个新的角色 就是之后呢 在训练营当中呢 去担任这个教练 来教授更多的一些知识 给到这些年轻的孩子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说一下赵瑞的一些去向问题 目前呢 根据广东体育频道的一个报道 他们是提到说呢 接下来下一个赛季的话 赵瑞的去向一定 还会继续留在广东队 而且备受关注的是 那么这一次赵瑞呢 还做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决定 就是主动降薪 从此前的一个高薪合同呢 降到现在的系列合同 那么可能呢 年薪方面的话 起码会减少100到200万左右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 其实能够证明两点 那么第一点呢 证明赵瑞确确实实 非常的喜欢广东队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办法呢 让广东去减轻他们的压力 希望能够让球队呢 能够拥有着更多的一些心智空间呢 去引诱或者说去提拔 更多的一些年轻球员 那么另外一点呢 也就证明呢 其实现在赵瑞呢 对于这个所谓年薪的问题呢 已经不是太为看重了 他可以看重广东这样的一个平台 更看重自己呢 能给这个平台呢 能给这个球队带来多大的一些荣誉 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收益问题的话 只是一个零头而已 毕竟呢 赵瑞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球星 他其实在签约方面 在代言方面 或者说在一些节目工作方面的话 应该也能够收入不少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份合约的一些薪水问题啊 对赵瑞来说 不算特别严重的一些问题 所以从目前来看 可以了解到包括威武斯 一剑连赵瑞啊 等等一些球员的动态呢 都是发生了一些不少的变化 相信对新赛季广东来说呢 在下个赛季啊 他们估计整体阵用呢 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动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着 广东的一举一动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